你好 大家好 你們的魔鬼李佳琪來囉 就像剛剛邵鋼老師說的 我每次會戴口紅 這是真的 今天我來吐槽大會 我也戴了一支口紅 但是這一支口紅呢 是要現場塗給邵鋼老師 你們覺得可不可以 好 我的天哪 詹老師你都不反抗一下嗎 詹老師秘密 唐某我憑什麼要反抗 人家是戴霍一哥 被戴霍一哥圖過 我驕傲 這一支色號叫做 沈默少鋼502 這支口紅的黏性 特別特別的好 用完以後 肯定可以黏住你的嘴 如果呢 你們身邊有像邵鋼老師這樣的朋友 我跟你們說 買它 好 我直播的時候呢 非常喜歡的Q明星 比如說 這支顏色是歐陽娜娜的顏色 這支顏色我要推薦給劉文 其實這個我都是跟吳欣學的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星姐每天在家裡照鏡子 她都會說 這個女孩我會推薦給陳偉婷 或者楊陽 或者潘偉柏都可以啊 這個女孩完全不挑人的哦 娶她 可是星姐 遺憾的是 她們挑人啊 吳欣特特別喜歡看我的直播 因為我會把合適的東西 推薦給合適的人 她以前呢 就經常用一些不合適的口紅顏色 她媽媽看到她都會說 Oh my god 你塗這個顏色好顯老哦 這個夕陽紅 感覺是小精靈在你嘴巴上跳廣場舞吧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袁詠怡 因為她的性格很真實 追起心來 就像一個普通的小女生一樣 看見李敏浩就會大喊 我的媽呀 韓國老公 據說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過太多了 導致張志玲的耳朵也不太好使了 袁詠怡還去問她說 你建議我愛李敏浩嗎 張志玲說 蛤 那你建議我喜歡洋千禧嗎 蛤 那我去買包囉 不要去 對 但是我也很羨慕張志玲有言用意 都是合體勞金 根本不會單飛 再看看寶石 當初說了做組合 即使火了寶石也不會單飛 結果寶石唱野狼迪斯科火了 那首歌單飛了 最後我要來說說我的同行 梁龍老師 因為之前的時候有聽說 有一個前輩在模仿我 我覺得哇好榮幸喔 但是我一點開視頻 Oh my god 我造的什麼孽呀 讓前輩來模仿我 他剛剛還說 點開我的視頻 把我嚇了一跳 其實我不僅被他嚇了一跳 我還想衝進屏幕出去 打他 我覺得梁龍老師 要是想要火 可以試試一邊搖滾一邊化妝 我真的願意為他直播 他化到最嗨的時候 我肯定會在旁邊大喊說 所有大爺大媽們 不要玩手機啦 晃起來晃起來 那些女生 別玩手機了 真正的魔鬼 在這裡啊 梁龍龍你的歌真的是不太火 你看人家寶石 一寫歌就寫出了一首神曲 你知道神曲怎麼寫嗎 我總結了一下 有三點 大家注意囉 第一點一定要真實 第二點一定要接地氣 第三點一定要有左手跟右手 比如說 左手右手一個慢動作 火了吧 左手一隻雞 右手一隻鴨 也火了吧 你都叫二手玫瑰了 為什麼你不可以做一個 來左手跟我一起畫梁龍 右手畫一隻口紅 這樣寫早就火了 有很多人討論我 是不是帶貨第一人 其實我真的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粉絲 是不是因為李佳琦的推薦 少踩了梁龍臉上 那麼大的坑 少花了二手玫瑰門票 那麼多的冤枉錢 少上了無心買保養品 那麼多的當 對我來說 我努力了 我負責了 就好了 是不是第一人 真的需要在乎嗎 無心當年也在乎 自己是不是快本一姐 十年過去了 在乎有用嗎 我覺得在乎真的有用 前段時間我直播賣不沾鍋 不沾鍋當時就沾鍋了 場面一度的尷尬 導致很多人懷疑是鍋的問題 其實那款鍋 我們在直播之前 已經使用過五個多月 反覆測試過 鍋沒有問題 直播當天的新鍋 確實是沒有按照說明書 開鍋導致的 在此呢 向大家聲明 這個鍋 不是鍋的鍋 是我的鍋 我讓這個鍋背鍋了 大鍋 對不起 以後 我一定更加努力 以最真的方式推薦產品 好就是好 壞就是壞 沾就是沾 即使沾鍋 我也要把它表現出來 萬一有人想買沾鍋呢 很多人覺得 我莫名其妙就成功了 其實我真的 默默無聞地做了三年直播 那個時候 我一樣很努力 有些人也想做主播 但是做了一個月 沒有賺到錢 就放棄了 我想告訴大家 努力是絕對有用的 現在社會競爭這麼激烈 隨隨便便做一個事情 就幾百萬人 幾千萬人跟你一起競爭 你不努力 你怎麼搶到李佳琦推薦的產品 我和我的團隊一定會更加努力 更加嚴謹 我會成為更值得你們信賴的魔鬼 謝謝大家 我是李佳琦 我覺得佳琦說得特別好 就現在互聯網時代 很迅速地 可能就能夠讓一個人有名氣 但是能不能留得住 你到了頂峰了 能不能留得住 只有那些經歷了很多很多考驗的人 才有可能站到最後 我相信像佳琦這樣呢 很專業 很努力 很敬業 同時呢 又很真實 即便她不是口紅一哥 她也可以是BB霜一哥 她睫毛膏一哥 眼線筆一哥 但是你絕對不會是蘇格蘭群一哥 因為蘇格蘭群一哥 有主了 已經睡你的了 所以 調整一下自己的表情好不好 我重新說這句話 因為蘇格蘭一哥有主了 你知道馬上你就要選talking了 是 你也知道誰不能選對不對 對 對 就是有一些人是我 是是 我知道 我知道 他剛剛都說我們是小咖 而且他說你郭躁 這個人有什麼資格說你郭躁 彼此彼此 沒有彼此 你在他面前 你就是一個安靜的寶寶 來